哈喽大家好,我是熊猫君 在前几天我突然有了一个创意 就是用这个红外测温仪 测量一下汽车表面在经过太阳暴晒之后 会是什么样一个温度呢 但是就在我刚刚想出这个创意之后 合肥就开始了连续一个礼拜的阴雨天 今天终于是出现了久违的太阳 那么我们赶快抢抓当下清好天气 去做一下今天的实验吧 我们就来看一下到底什么颜色的车子 它的温度最高 什么颜色的车子温度最低 然后它们的温度能够差别多少呢 赶快开始吧 这一排就有黑色、白色和红色 三种颜色的车子 我们来一一测试 这是一辆黑色的车子 我们来试一下 47.9度 然后这是一辆白色的 白色的只有37.3度 哇 这个相差了10度啊 我们看看前面一辆红色的 这个红色的是43度 这个就跟我们一般理解的差不多啊 黑色的最高 然后白色的最低 这个红色介于它们之间 红色旁边就是一辆棕色的车子啊 我们看一下棕色的是多少度 这个是44.5度 哇 这个也是温度挺高的 比红色的要高啊 这里还有一个蓝色的 蓝色的 它处在阴凉的地方 我们来照在这个阳光照射的地方啊 这个只有37度啊 这个很出乎我的意料啊 我以为蓝色会比较高啊 但是这个蓝色竟然跟白色差不多吧 可能它这个停的地方温度比较低吧 我刚刚测的基本上都是这一排被阳光所照射到的车子 然后呢 这边有一辆银色的和白色的 是完全处于阴凉处 我们看这个阳光照不到的会有多少度啊 这辆银色的才21.7度啊 看一下这辆白色的 这个白色的只有20度 所以停车停在阴凉处 以及有阳光处 它这个区别真的非常大 这是一辆受到阳光照射的灰色轿车 我们看一下是多少度啊 32度 那么实验下来也是不出所料 黑色再得了冠军 然后也是符合我们的常识啊 颜色越深的 它越吸热 温度高低 依次从黑色 棕色 红色 蓝色 灰色 白色 就是这样 还有一点就是停车停在有阴凉的地方和有阳光的地方 这个温度竟然可以相差十几度甚至20度 所以呢 我们以后停车 尽量是找有地下车库的位置停啊 这样对车子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保护 那么好了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啊 我们下期再见吧